澳洲政府19日公布一份军队调查报告 正是澳洲驻阿富汗部队成员常年犯下战争罪 杀害当地平民和俘虏 而驻扎阿富汗的国际部队当中 美军部队先前也被控犯下战争罪 但已经誓言要结束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反应则大相径庭 立足国际刑事法院对海外的美军进行调查 澳洲这项由国防军执行的调查历时4年 调查了57起事件听取300多名目击者的证词 发现25名现役或退役的特种军队成员 涉嫌犯下战争罪 大多数涉案者来自空勤特种部队 军阶为中式或下式 在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阿富汗战争 澳洲等盟国的部队与之并肩作战 成功把窝场911事件首脑 宾拉登的塔利班政权赶下台 澳洲主要作战部队已在2013年撤离阿富汗 但在这之后 有关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的骇人行径便时有所闻 包括强杀俘虏以节省直升机空间 以及在突袭民宅时急避附幼 目前澳洲军队约有400人 仍驻扎在阿富汗 配合美军的安全行动 澳洲最高将领在公布报告结果时表示 这些暴行没有一桩是因为激战的情况所导致 显示军队出现了扭曲的战事文化 西方国家驻阿富汗部队在当地虐待滥杀平民和俘虏的行进贫船 但少有国家会调查自家军队的恶行 在澳洲自行公布这项结果之前 国际刑事法院正在针对驻阿富汗美军可能涉及战争罪行展开调查 并对犯下暴行的数名美军发出通缉令 不过不同于澳洲政府的反应 美国不但没有对海外美军被控的暴行开启调查 在国际上一项奉行美国优先的美国总统川普 更给国际刑事法院吃了闭门羹 美国9月宣布 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班索达等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以阻挡该机构起诉美国军事人员 涉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 是国际第一个具有永久性独立运作的司法机构 并正对涉及种族灭绝罪 违反人道罪战争罪的个人进行调查和审判 不过美国、俄国和中国均非会员国 美国在先前也宣称 俄国等其他敌对国家 过去一直在操纵国际刑事法院 同时 以想要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以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川普 11月大选前宣布 要让美军在圣诞节之前从阿富汗回家 尽管他的安全顾问在此之前表示 明年初驻阿富汗的美军仍会留下约2500名 在大选之后阿富汗总统已经恭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 希望未来和美国继续携手 促进该国的和平进程 而塔利班则表示 希望美国信守先前的承诺 在明年5月之前撤中美军 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之后 仍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拥有极大的势力 并且发起恐怖攻击 要驱逐以美国为首的外国部队 而川普政府在今年年初 和塔利班达成一项空前的历史协议 谈定在科布尔政府和塔利班交换囚犯完成之后 展开和平谈判 美军在这项协议后至今 已经撤离数万名的部队 不过即便科布尔政府和塔利班 已经在9月时 与卡达首都杜哈坐下来和谈 但迄今仍未达成任何重大进展 同时区域观察家认为 拜登上任之后 可能会重新考虑 川普政府和塔利班在先前达成的协议 并想办法将部分的美军留在阿富汗 以制衡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 但川普政府在此之前加强撤离美军 美军消减之后 所留下来的安全力量真空 恐怕让当地不平静 目前核弹还在进行 美国也深陷 选后争议动荡 可能削弱 他在阿富汗核弹中扮演的角色 而塔利班近来更连连升高攻击 在不确定的前景之下 阿富汗人民要盼到和平的一天 仍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 阳光编译张亚涵报导